各位 让我们有请一位神秘嘉宾上台 让我们来揭晓最终的悬念 我们要请上的是 周兴曲导演 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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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中间 舞台正中间 对不起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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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爷来了 要给我们介绍今天最大的奖势 邓总 你在 邓总 刚领完奖 邓总 你好 其实今年我们对星爷是有很大的期待的 因为您新的电影又要跟我们见面了 对不对 对 美人鱼 而且我们看过这个仙岛预告片之后好多人都有疑问 这个美人鱼 它真的是美人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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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美不美 小美人鱼 我还带他过来了 这样 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你叫什么 你是美人鱼吗 请问一下 你看到自己都不能够 看到自己好高兴哦 来来来 看前面 你看前面 你看前面 大家才能看到你 来 你告诉大家听你是美人鱼吗 嗯 你是 几岁的美人鱼啊 三岁的美人鱼啊 哇 你说可爱的美人鱼的裙子是谁给你的呀 这裙子是谁送给你的呢 这裙子是谁送给你的呢 是 Uncle Joe 是Uncle Joe送给你的 Uncle Joe就是我 哦 那你 你这样对着大家 让大家看着你嘛 好不好 让大家看看多漂亮的这个 这个美人鱼的裙子 那你喜不喜欢Uncle Joe呢 嗯 喜欢啊 那你要怎么 怎么报答你对他 怎么表现你对他的喜欢呢 你就轻叹一口好不好 啊 哎呦啊 你还透舌头 我觉得他快亲自你一口了 对对对对 哎呦啊啊啊 嗯 我这样吧 我还是问Uncle Joe吧 欣妍觉得他这扮相美吗 啊 我觉得他是我看过的最可爱的美人鱼 这就是你想象中美人鱼小时候的样子 美人鱼小时候就是就是这样子 哈哈哈 说的就吐舌头 你打不打算亲一下Uncle Joe呀 你打不打算亲他一下 还是还是看自己吧 哈哈哈 或者是你 你送一个住院给Uncle Joe好不好 那你就要大家 你送个住院 你要不要大家去看电影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看看这个 哦 这是鱼饵 这是最好的鱼饵 啊 你送个住院给Uncle Joe好不好 哎呦啊好害羞啊 他其实就是想说 太害羞了 2016年大家都来看我吧 来看美人鱼吧 嗯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是啊 哎呦啊 今天太厉害了 就是新爷遇上了新爷啊 希望我们也可以预祝这个 美人鱼可以大麦 呦 小心点慢点 慢点 我们就让美人鱼在我们的舞台上游一会吧 你随意好不好 新 甜心 你随意啊 你随意游 啊 好 那这样就请我们的甜心和我们的新爷一起来为我们公布今晚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邀请新爷为我们来揭晓2015微博King最终花落谁家 嗯 嗯 我们要颁奖啊 是吗 对 哦 大家请看大屏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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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恭喜 二位一起合影留念 二位一起合影留念 我们我们要不跟甜心一起合影吧 一起一起一起 哎 哎呀 嘘 美人鱼最厉害了 谢谢 再次谢谢新爷 谢谢银补 也恭喜一帆 恭喜吴宇凡 各位先请入座 来请 contin 真得 不actions 睁眼 我们每人鱼游累了 来 好不好 好 我目前為止,我目前為止,我目前為止